我们英语说话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记得他的目前位置呢 在我们台中呢 冯甲美食街 这里的话呢 是我们的福星路603号 很高兴为你访问到呢 我们呢 小薰 小薰呢也是我们呢 恋爱美食葱油饼的老板 小薰你好 小薰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 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 你哪一边的话是比较辛苦的 左半边 左边就对了是不是 左边是这边是左边 左半边就对了 所以脚的话也是 有萎缩 有萎缩的情况 那我们小薰呢 虽然脚萎缩对不对 不过呢 他真的是很勇敢 也跟生命挑战 开了我们这家恋爱美食葱油饼 这家店开多久了 除夕开刚开 除夕刚开到现在 有超过半年 现在是十月嘛 十月大概有 二月十月 八个月 七八个月了 哇 七八个月 开店的话跟你以前做餐车 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游泡很快 三车就比较滑 因为备料比较辛苦 三车备料比较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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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车备料 三车备料比较辛苦 三车备料 三车备料 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店 对不对 营业时间也特别长 能不能跟我们业务学吗 的观众朋友说一下 营业时间是什么 下午三点到十一点 下午三点到十一点 下午到十二点 平时是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 那礼拜五 礼拜六晚上是到晚上十二点 全年无休嘛 对不对 哇 让我们知道 店里的招牌的东西都在这儿 今天大家老师的吃了凯撒 大芥末 薰基卷 八十块真的好大 哇 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店里的话 哪些是大家喜爱的口味呢 其实都蛮热消的 蛮热消的就对了 因为我们用料很实战 卖的最好的是哪些巧克力 辣的 如果吃辣的朋友可以介绍 墨西哥 莎莎 薰基卷 不辣的就是凯撒 芥末 薰基卷 对不对 哇 所以大家告诉大家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小薰呢 也接受各家电视台的采访 还记得哪些电视台采访过你吗 各大都有 各大都有 然后中视 华视 民视 TVDS 三立 连KunnyChain的UP直播 KunnyChain上来其实都有嘛 对不对 但Feddy这么关切你 那Feddy带来怎么样的意向呢 有好有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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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话就是生意比较好嘛 对不对 大家都会慕名而来 这是好的 那能不能让我们观众朋友知道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会被恶意检举 哦 会被恶意检举 哦 当你被恶意检举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怎么样 会受伤害 会受伤害了哦 所以今天唐立学老师透过我们意语宣报 希望我们大家发挥爱心 哦 其实小薰很不简单 你的故事呢 跟大家分享哦 让那些自爱自怜的朋友 要站起来 那么请小薰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句话哦 当然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 用怎么样的心情来看待 可以站起来呢 明天会更好 哦就是这么一句话 明天会更好哦 谢谢 那你们请小薰呢 你帮我们走动一下好不好 帮我们倒几大杯水 你尝试好吃一下好不好 谢谢哦 好 你帮我一下 好 谢谢你让我来讲的话 你帮我倒个水 谢谢 好 我们在线上呢 也看到了小薰 大家看到呢 我们小薰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支持的好朋友 那汤力圈呢 一语新闻报 特别来了 我们呢 恋爱美式葱油饼 希望呢 大家有空 一定要记得来哦 好 谢谢你们过来 真的好好吃哦 我是汤力圈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小薰 谢谢大家 一语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拜拜